刘雨昕 Reviewer 擂愉娜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TEDx 这个舞台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 叫做无畏 fearless 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主题 后来我回顾了一下我的一生 我发现 我遇到的最大的 畏惧之一 就是准备这次演讲 为什么呢 我前天后面写了五六稿 最后全都被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人生确实没有那么多故事性可以讲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所以我今天就不勉强我自己给大家讲一个多么精彩分成的故事 我就分享我的人生中两个非常小的点 小的思考 他们有这两点确实有帮助我接近一种无畏平和的状态 希望今天的分享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 那这两个点呢 第一个是求变 第二是求不变 第一点呢 是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 在这个不变的状态下去寻求积极的变化 克服对变化的恐惧 而第二点呢 正好跟第一点有点相反 它是要求大家在变化中寻找一些不变的力量 这样才可以消减我们对变化的焦虑 那什么意思呢 第一点是求变的力量 那我就以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讲一下 我的人生经历啊 其实是看起来是挺平铺直序的 但是其实我的职业生涯基本上可以切成两段 前一段呢充满了试错和错位 第二段呢是充满了对位的 什么意思呢 我当时刚刚从美国学校毕业 那时候其实刚刚是金融危机 留在美国都不容易找工作也很难 而且最关键是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其实对自己想要做什么 喜欢做什么没有任何概念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做金融业是最光鲜亮丽的 所以呢我就毕业了没几年就开始做行业分析师 确实看着挺光鲜亮丽的 为什么呢 经常可以去华尔街出差 跟顶尖的对冲基金投资人聊聊市场啊 而且经常去全球出差满天飞 但是其实这份工作我做了没多久 就感觉到了一种严重的错位 为什么呢 第一是工作时间非常的长 我那时候每天五点钟就要起来 早上六点钟有Global Conference Call 然后第二点呢 这份工作的压力和强度其实很大 因为每天大家知道股票市场波动很大 你其实需要对信息分析 还有数据都要了如指掌 第三点呢 就是这份工作本身内容呢 它是重复性大过创造性的 所以我其实当时就觉得 有一种严重的错位 但是呢我并没有任何勇气 说实在也受限于当时的经济环境 还有自己的身份限制 没有办法去寻求这样一个积极主动的变化 但是呢我还是做了一些小幅的调整 当时就加入了一家五百强的金融集团 但是工作内容还是大量的跟数据相关的 我记得我在前半生的工作经历里面吧 我时时刻刻 常常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好像哪里不对 这份工作好像没有办法去完全发挥我的才华 而且好像对我的能力有很多很多的缩减 但是呢另一个声音又告诉我在五百强 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我当时面临着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呢就是继续在现有的路径上 继续下去 甚至是在数据上面更进一步的精进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完全打破过去的路径依赖 去寻找去开辟一条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那大家也可以想象我当时其实没有任何勇气 所以我还是想着继续在数据上精进吧 我甚至去申请了一个统计项目的program 虽然我以前从来不是这个项目的背景 大概后来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它算是我人生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吧 并且这个事情也确实牵动了我去做了很大的人生改变 什么事情呢 就是15年的时候我女儿出生了 我当时就抱着这个若呼呼的小东西啊 我就看着她 我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然后我就想 我对我的女儿 我希望她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希望她是一个快乐的 健康的 自信的 最重要的就是她这一辈子一定要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然后我就在想 如果我自己都不是一个快乐 自信 我自己都没有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我又怎么能够期待她在做热爱的事情 未来能够做她热爱的事情呢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我从那一刻开始就把我对我女儿 所有的期待全都转嫁到我身上 也是从2015年开始 我就开始真正去开辟一条我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完全切除了过去的路径迷赖 刚刚静曼其实提到了《一个人的阳台》这本书 那在《一个人的阳台》 还有这本新书叫《生活在列系》里面 其实我写到了有一篇文章叫做 《绝大多数人是如何平庸化的》 在这篇文章里面我说到了 一个人对自我的准确定位和他所视之夜的匹配度 会直接决定这个人这一生能达到的高度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啊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其实都是天赋异禀的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身上有非常大的才华 但是为什么90%的人最后全都平庸化了呢 因为我认为这90%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对的事情 可能一辈子都在错位的岗位上缩减了他们的才能 所以说人的这一辈子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对你无论未来的幸福度快乐度饱和度 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我也不是鼓励大家做一些草率的决定 不是说今天回去以后全都辞职了对吧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来想一想 你觉得自己的强项弱项是什么 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去真正的释放你的强项 缩减你的弱项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工作似乎哪些方面是不太对的 如果有这个声音的话 那你要去积极地寻求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需要一步一步来 像我当时呢 其实因为我经历过一段试错的过程 所以我知道我自己的强项是什么 弱项是什么 比如说我当时就觉得我自己是真正热爱做一些创造性的东西 并且我希望从事更多跟中国相关的事情 然后我还跟行业里面的专家啊 还有很多人去谈 最后才埋出了这一步 所以呢 这一条的最关键就是 当你觉得自己的工作生活举步不前 时时刻刻感觉到自己好像心里有个声音告诉你 哪边不太对 那么也许这个时候 你要去克服自己对变化的恐惧 积极地去寻求人生中的改变 像一条呢 跟上一条恰恰是相反的 就是要在变化中寻求不变 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今天大家都应该能感觉到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快的时代 非常混乱 就以今年来说的话 没有人想到这场疫情会对世界 对国家 对社会 还有对我们个人家庭产生这么大的破坏 以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 我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因为工作关系回了一趟美国 我本来是订了三月份的机票 准备三月份就回上海的 但是没想到后来三月份 三月中旬的时候 疫情在美国大爆发 我的机票就被取消了 然后我订了一张又一张 一张又一张的机票 当时我心里面就想 随便我要绕地球几圈 我只要能够回到上海 我就要买 结果机票全都被取消了 所以当时其实我一个人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子 其实心里是很恐慌的 并且大家也知道 疫情在美国不光是疫情的问题 它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我记得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 我有一天都意识到自己在 下意识的Google 我家父亲哪里可以买枪 怎么可以用枪 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那我后来是怎么 克服这样的一种 非常不安非常恐惧的状态呢 其实我就是强迫自己 回归了我人生中 一直不变的一些习惯 什么习惯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是非常喜欢 看书和写作的 在过去十年里面 我无论是生活在什么状态 混乱啊 变化啊 混沌啊 心里面不开心啊 恐惧 我基本上每天 都一定会抽出一定的时间 进入一种自我阅读的状态 然后自己 包括写作 自己对自己进行一个分析 无论是给女儿刚刚换完尿布啊 还是刚刚结束完一场国际会议啊 基本上这是我必然要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 就是一个像冥想一样的 一个retual 然后我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呢 也是为了转移自己 对外界的过度的关注 所以我就把过去十年 零零碎碎的人生的一些思考 整理出了这本文集 叫做一个人的阳台 在美国出版的 我本来以为这是一本 非常小众的书 也没有期待有多少人去读 没想到销量还真的挺好 并且出版以后 我基本上每天吧 都会收到各个人 而且是世界各地的华人 来跟我分享 他们人生中的悲欢喜乐 还有在书里面找到的共鸣 然后国内呢 有两位编辑老师 特别喜欢这本书 他们还特意把这个书 就编辑成了一个中文 国内的版本 然后下个月 十二月份就要在国内销售了 叫做《生活在列系》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并且这也是我这两年 有特别深的一个感触和共鸣吧 就是我发现 生活中实在是太乱了 因为像我的身份 又是一个妻子 是一个女儿 是一个母亲 也是一个职场女士 然后我每天都有大量新的挑战内容出现 然后我现在 尤其是这两年 我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时时刻刻地会区分出 什么是我可以控制的 什么是我不能够控制的 然后我把我自己的精神 完全集中在我可以控制的事情上 人生百分之十是关于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但是百分之九十 其实都是关于你如何去应对这些事情 而去找到你生活中那个不变的 兴趣也好 爱好也好 精神也好 信仰也好 其实都可以帮你更好的 更平静 理性 平和地去应对生活中 各种发生的突发事件 最后呢 我再回归一下这两条 一个呢 是在不变中去寻求改变 克服你们对变化的恐惧 第二点呢 是要在变化中寻求不变 去克服对变化的焦虑 也许你不记得我今天说的 刚刚说的各种话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今天回去以后 能够倾听一下 能够跟自己对话一下 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你 似乎哪里是错位的 哪里是不对的 如果有的话 那么请你们克服 对变化的恐惧和焦虑 积极地去迈出改变的力量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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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